金正恩心腹被车祸 三朝元老将国葬 北韩官媒宣布 三朝元老被金正恩视为最信任的北韩高官金仰健 前天死于车祸 留下诸多疑点 享年73岁的金仰健 从现任领导人金正恩的祖父金日成 在位时就踏入政坛 负责两韩外交关系 也总览国际事务关运亨通 是金正恩重要的亲信和外交智囊 金正恩还称呼他妻子阿姨 外界看好他会成为北韩第二号人物 今年8月他代表北韩出面和南韩对话 平息纷争表现出色 这期死亡车祸疑点重重 官方也没公布细节 加上北韩过去有多名高官离奇死亡 金仰健被车祸的传言刺起 权力斗争和人红遭忌 被政敌嫉妒的推测不断 金正恩将亲自担任智商委员会会长 为他进行活葬 冬新闻总和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